波浪理論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指市場走勢的變動 是不斷以五個上升浪和三個下跌浪的模式進行 上升浪則屬於推進浪 而下跌浪則是調整浪 除非投資的平衡 創設人員 我會忘記下提供 我們會為你反駁升級 我們會 renewal